陳俊宇 二零零零年的畢業生 大家好 我是陳俊宇 二零零零年的畢業生 大家好 我是Ringo 林先生的畢業生 我們現在開始想這個展覽的時候 希望帶出選擇這個主題 選擇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成為 一些藝術品背後的靈感和動力 我們正正希望用選擇這個詞 給我們舊生的藝術家一個機會 去回顧一下他以前的人生的選擇 怎樣去影響到他現在這一刻的人生 剛巧我們發現到原來校園裏面 有很多樹木都曾經被保存 包括大家可以在旁邊見到 我們坐著這一堆木頭 在木頭的文理、連輪上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樹木曾經的一生 正正這個關係就是 好像一些藝術品 對一個人生的關係一樣 你是可以從藝術品裡面 看到藝術家背後的人生 所以大家來到的時候 不單止可以看到我們不同的樹木 看看他們的年齡 看看他們的歷史 我們學校的歷史 也可以看到不同的舊生 怎樣用這個題目 去和這個作品 去講上他們自己的故事 我是張學家 我叫Craig 這是我今次展出的其中一張作品 它叫做《想野者》 本身這個作品是一個雜誌的插畫 當時我在做一個關於香港漫畫的雜誌專題 我順手說我是這個雜誌插畫 因為那個專題也有少少扮高深 所以當時就想 如果我要講港漫一樣通俗的東西 又要有一些扮高深的內容 在香港歷史的 不如我插畫也做回這個方向 將一種很傳統的七十年代的 香港漫畫的港北風格 拌入一些 應該是比較high art的東西 就是羅丹的陳詩者的雕像 將兩樣東西 撞在一起 就會有少少很奇怪的 為我的感覺 就是這件事情 梁思祥 94年分業 我的作品是 十二十 三十四十 我的作品 其實是我過去四十年的 一些記憶 一些回憶 將它轉化成圖像 而用在一段 膠卷裏面 其實是可以拿來看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拿去看 周仲岸 Garry 是93年畢業的 我這次展出的東西 是一些sketch book 就是這樣 是 sketch book 是阿塞 是明老師教我的 做的一件事 中四五開始的時候 他就教我做sketch book 不是做sketch book 我想我讀不讀poly 是可以了 學了之後 慢慢就成為 生活習慣 一直都沒有停過 所以這次展覽 其實是展覽 我一直以來做的 sketch book 其實是一個紀錄的方法 可以是文字 可以是很多不同的方法 是記錄的 sketch book 是其中一個很好的方法 也都想分享一下給大家 是很好的方法 萬子聰 93年畢業 今年有兩隻作品 一隻是動物 講天宅人宅 另一隻是人物 講生活生存 2003年Ringo 今年的題目是集約 我有三個作品 我用了連龍作為我的主題 然後通過拍打 水蜜 不同的處理方法 做了這三個作品 去表達大自然和節奏的關係 馮一靖 Eddie class of 06 今天會以這個 Rules of the jungle 森林的法則 去作這個節奏 這隻是board games 會有很多不同的卡 去玩 這個board game 最主要帶出 是一個食物鏈 和一個在香港生態的 不同的動物 互相的捕食 去玩的 board games 所以都很 因為卡對面 都會有很多木 很多蒙文 應用到在這個 集論的主題上 Hello 我是Elvano class of 96 我今次 就拿了我在大學10班的時候 的設施 來做展覽 希望給師弟 都可以知道 去大學 讀建築的時候 有什麼 做 所以這一堆的 每一張都花了 我想有20至30個小線去畫 這個其實是 只是畫一個一筆銀的一條線 由這條線去創造一個空間 創造一個宇宙出來的效果 所以裡面有八幅的作品 大家可以細心欣賞一下不同的表現方法 就是這樣